25題來的,圖中直線L1和L2有兩條線 它的方程給了你,但它就沒有給ABCD實際的數值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直線方程就是y對mx加c,或者ax加by加c等於0 我現在給你一個方式是這樣的,你都不要緊,你要懂得看 問一下,哪一個是對的,其實你只要比較一下ABCD4的數字 計算出來是怎樣的,所以我們最好比較有效的方法就是 屈一些數字給它,但是屈一些數字比較合理 譬如你現在這個有三個數字,那你代些什麼好呢? 你代些什麼好呢?如果你這個位置是0 那你右手邊就可以叫1咯,左手邊就可以叫負1咯 上面就叫正1咯,那已經可以有三個比較合理的數字 就出來了,OK 好了,那你這裏延伸下去,其實這個L2這個位呢 你就這個位可以叫負1咯,那就是說換言之呢 如果我重新畫過,你這裏呢,你把這條線拉下來 拉下來,那你現在呢,就有4點咯 這個位是負1,這個位是正1 這個位是負1,因為你中間的位是0咯,行不行? 好了,我們隨便先拉,那你這個比例是對不對 都不是十分之重要 最重要是你懂得這樣屈一些數字下去,那要代回去呢 那你就比較合理有效一點,OK? 好了,你這一點呢 你呢,就可以代這個,x是0,y是1 這一點呢,你就x是負1,y是0來的 那這一點呢,就是x是1,y是0 那這一點呢,就是x是0,y是負1 那你一定要弄清楚,x,y的位置先啦,行不行? 好了,那你現在試一下,這個L1呢 現在這裏是L1來的嘛 這個L2來的嘛 那現在你就可以將這兩點 代回去 那你可以得到什麼呢? 那我寫在下面呢 那,代x是A乘0 這裏修正一下,這個是A乘0 手快快說錯了 那這個也是0,行不行? 好了,那A乘1 加0 就等於B,B是1 OK,那我們直接寫1 好了,那A乘1你調過去吧 那交叉就位了,你可以得到 負1就等於A 那就是A是負1 行不行? 好了,那我們寫下了 A呢,就是負1 B呢,就是1 好了,那C和D呢,你就代另外兩點 現在用綠色筆圈著這裏呢 進去L2這條色啦 好了,那我們代下去吧 那你就可以得到呢 C乘1 即是C C乘1 加Y Y是0 就等於D 好了,那即是呢 C呢 其實就等於D來的 C呢,就等於D來的 好了,那跟著呢 你呢,你就再代另一點 即是這一點 0 那即是C乘0 減1 等於D 那這個沒有了 那即是D是負1 D是負1 那C是等於D 那即是C呢 那即是C呢 也都可以呢 是叫做 負1 可以嗎 好了,那如果 你這樣算呢 我們剛才算了 A是負1 B是1 C是負1 D C是負1 D是負1 那即是說呢 2那個未必對 2那個未必對 因為 A可以等於C 那你如果2不是對 那其實你已經可以找到的答案 就是 134 好了,那我們試試134 是不是真的對 A是小於0 那即是1 是對 因為A是負1 好了,那B是否大於D呢 B是1 D是負1 那即是B也是大於D 因為B是1 D是負1 好了,那到第四個 A乘D A乘D 就是負1乘負1 就是正1 而B乘C 就是正1乘負1 那即是這個又是負 右手邊是負1 那1大於負1 那輸 那就對 所以A answer 沒錯 就是C C